MSIG中邀请赛,2018。小组赛回谷,RNG,FW,KZ,FNZ脱颖而出前进四强。 2018。MSIG中邀请赛小组赛,经过五天的连番激战,前四名队伍,RNG,FW,KZ,FNZ脱颖而出前进四强准决赛,一起来回顾本次小组赛各赛区代表队的表现吧。 小组赛最终战绩 1. 中国 LPL Royal Never Give Up RNG 8. 胜 3. 败 上路 LITM打野 MLXG CASA中路 XAOPA 射手 Yuzai 辅助 Mine 说起 RNG中最著名的选手就不得不提到 Yuzai 被誉为最强的射手却经常与冠军有主意不知遥 但是这一季开始有所变化 RNG过关战将夺下 LPL春季冠军取得代表权 想要在季中邀请赛挑战更高的成就 RNG在小组在前半段的表现并不尽理想 甚至稍有差池就会调出前四名无法晋级 但是 RNG靠住迅速修正问题以及关键主力 Yuzai 在每场比赛中夸张的高让输出 成功在第二轮交手获得全胜以七胜三败作收 更在与同战系的 LMS FW加赛在抢先时破对手前期的动向 取得优势后迅速掌握物件 拉开经济差距 顺利赢下比赛越居小组第一 RNG选择 EU FNC作为四强准决赛的对手 2. 台港澳 LMS Flash Wolves FW 7. 胜 4. 败 上路 Anarby打野 Mojin中路 Maple射手 Baddy 辅助 Sword RG LMS赛区连续5G的霸主 FW第三度踏上季中邀请赛的舞台 本次从入围赛阶段第二回合开始参战 没有太多悬影的已直落三击退 A组排名第一的独立剥写 Gambit Esports 晋级成为唯一一支有参与过去年小组赛的队伍 FW颠覆过往几次国际赛表现贫弱的印象 第一轮交手就所向披靡横扫其他赛区并取得六连胜提前锁定晋级资格 队员个人操作表现优异加上队伍夺取资源后能够顺利执行育营将优势扩大 上路 NRB和打野 Mujin首次参加大型国际赛事更是展现出出生之毒不畏虎的锐气 不仅与整体配合良好更能在需要的情况下拿出适合的英雄 面对强敌LCKKZ也能勇敢拿出亚素来对抗 不过后续机场对战看下来FW对于某些角色的应对以及阵型的运用上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 总继取得七胜三败与相同战绩的LPLRNG进行加赛 但因为前期失利过多而落败 最后以小组第二出现将在四强准决赛对阵 LCKKZ在五战三胜的赛事中还能不能重现单场的胜利方程式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3. 韩国 LCK King Zone Dragon X KZ 6. 胜 4. 败 上路 Kong 打野 Peanut Gas 中路 BDD射手 Pri-Y辅助 Foreo A 来自公认拥有超强战斗力的韩国赛区及其亮眼的成绩主宰 LCK赛事强势登顶以春季黄者之资出战 2018 MSIG中邀请赛 KZ小组赛开战首日就使出多人携带传送的支援战术令对手来不及应对 在运用优秀的运营能力稳定取得领先手下胜场 可是后续赛程中却似乎过于自信 打得不够小心而露出破绽被对手抓到导致落败 结算战绩6胜4败位居小组赛第三 四强准决赛将遇上本次赛事连续两度击败自己的 LMS FW 但众所皆知的就是 LCK代表队长期以来是难以在五战三胜的对阵中被打倒的 纵使小组赛战狂略迅一筹仍是不容小觑 LCK代表队长期以来是难以在八战三胜利的对手 欧洲 EULCS FNATIC FNC 5 胜 6 败 上路 Dweckle Sers 打野 Berks 中路 Caps射手 Rapples 辅助 Highway Song 终结 GR Sports统治 EULCS长达四季的王朝 FNC座上欧洲之王的宝座重返魁维许久的季中邀请赛 作为主场的欧洲代表队 在家乡人群的加油声中 是要呈现出更好的表现 FNC在小组赛的对战状况可以说是十分的跌宕起伏 面对各区队伍整体来说并不落下风 却会因为后期的决策失误而落败 而除了中路 Caps之外其他选手的发挥更是略显不稳 最后一天甚至被拖入 VCS EULCS战场的打架节奏中而被击倒形成四胜六败 必须与同战系的 NATL进行晋级资格争夺战 靠住中路不断跑现代动风向累积优势 总算成功胜出成为小组第四 上路新人 Dwiko开始选用偏斗式型的英雄和射手 Rakos逐渐回神的表现 或许将是他们四向赛面对 LPL RNG的关键 5.北美 NALCS TING LIQUID TL 4 圣 7 5 上路 IMPACT打野 Kentai中路 Dubecter射手 WLIFT辅助 Olly Joey 在北美赛区正式联盟化的第一季 TL成为除了 Cloud9 Counter Logic Gaming TSM之外的第四个北美冠军 聚集富有盛名的队员来到季中邀请赛准备大战伸手 不过 TL与小组赛富一开始就遭受严重的挫折 没有能够发挥出所选阵容的特性和优势 而连续败阵 在保持乐观正面的态度以及积极调整配合后激起直追 努力把握每一场对战获取四胜六败得以保有一线生机与同战系的 EU FNC加在争夺最后的进击机会 但是很早期就已经落后许多 等到后期阵容成型 有一战之力时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去逆转情势 终究不敌对手稳扎稳打逐一攻破冰营的压力 TL随着主宝陷落无奈的止步小组赛离开季中邀请赛战场 6. 越南 VCS EVOS Esports Fs 2. 胜 8. 败 上路 Stuck打野 Y. 败 Y. 败 中路 Wazong 射手 Slay 辅助 Run OP 出身新星赛区越南的 VCS新星队伍 EVS作为入雷赛第二回合种子赛区代表队 3比1战胜发起挑战的 B组第一土耳其 Super Massive Esports 挺进小组赛将要展示更多属于VCS的实力 相比同样担任入围赛首门员的LMSFW EVS在小组赛的成绩就较为惨淡 除了第一天战胜MATL之外 后续就接连苦吞败场直到最后一天才终于击倒 EU FMC取得第二胜 EVS擅长透过赢下频繁的碰撞获取优势 并滚动雪球来拿到关键的地图母舰 不过每一次的进攻都是勇往直前 先少留有退路 导致看起来就像赌博一样令人无法放心 若是前期就落入逆风更是没有太多办法去逆转局势 只能犹如困兽之斗般不停开战 可是如此莽撞的打法虽然使人热血 沸腾在面对强队是难以造成威胁的 最终以二胜八百结束本次的季中邀请赛旅程 4强准决赛的对战组合也已经出炉 四支战队前往法国巴黎进行决战 LPL RNG选择 EU FNC作为对手 LMS FW则将遇上 LCK KZ 精彩的赛事将于 十八分之五 五 展开 敬请准时锁定直播一起关注战况发展 4强准决赛及冠军纵决赛 Gariner电竞馆同步开放免费入场 欢迎前来现场共同观赛 两千零十八 MSI电竞馆开放免费关赛公告 四强准决赛 十八分之零五 五 十八点 Royal Never Give Up VS FNATICBO5 十九分之零五 六 十八点 Flash Wolves VS Kindstone Dragon X BO5 关押总决赛 二十分之零五 日十八点 TBDVS TBDBO5 Zither Harp VS VS U V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